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Bokashi Befei 优劣 我现在用下来最好的方法是用Bokashi Befei 这种方法就是说 把EM菌撒在一个蜜蜂的桶里面 覆盖住厨余 在一个蜜蜂的环境下 只能发酵 发酵大约是三个星期左右 这些东西把它直接埋到你的菜床里面 就可以非常迅速的分解 大概可能就两三个星期 它就可以完全分解成黑黑的涂了 而且不论是荤的素的奶制品 任何你可以想到的东西 你都可以放到这个桶里面去 不会有任何的异味 那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贵了 如果你去邦尼斯的网站上看的话 这些菌粉 这些菌粉大概要卖到19澳地 那我后来在网上研究了一下 发现原来桃米水也是可以做不卡细菌的 那你只需要准备一些大米 桃米水 然后准备一桶两升桩的牛奶 然后再买一些米糠 面包糠之类的东西 那这样就足够你做出一大盆的不卡细菌粉了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动手做吧 先来准备桃米水 很简单就是你平时做饭的时候 把那个桃米水留下就行了 准备一个干净的玻璃杯 里面不要有任何的油 然后把桃米水倒进去 那让这些有益菌在这里面发酵 好 倒完之后呢 我们需要用一个干净的纸巾 把口盖上 拿一个橡皮筋把它绑住 这样就不会有灰尘啊什么掉进去了 那经过大约一个星期左右 这个就可以用了 我们准备牛奶 先倒出一口牛奶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把这个桃米水再倒回去 所以需要一点空间 那打开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到 上面有一层薄膜 那没有关系 我们把针筒直接插进去 到抽取中间部位的这个水 然后把它注入到牛奶里面 就像这样 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盖子把它摇匀 大约是两周左右就可以完成发酵了 期间要不断的开盖放弃哦 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我已经把这个发酵好的牛奶 倒到这个玻璃的锅里面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它分层了 有乳清和像起司一样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把它过滤出来 你看我们所需要用到的就是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接下来一些这些蛋白质 结块的牛奶可以不要扔掉 你可以家里养鸡的话 可以喂鸡 或者也可以把它扔到最肥桶里面 都是好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天气热的时候呢 它这个液体会更清澈一点 不会那么混浊 因为之所以混浊 是因为里面还有很小的 那个牛奶结块的奶块在里面 但是已经过滤不干净 没有关系啊 我可以还是可以用 然后这个东西闻上去有一点像酸奶 没有臭的味道 如果你做出来臭掉了 那说明就不对了 不可以再用了 实际上它是有一种酸酸的酸奶的味道在里面 大家可以看这只鸡吃得很开心啊 这就是沉淀下来的那些像奶酪一样的东西 大家看一下这个已经沉淀了 那我们用的时候呢 只取上面清液部分 下面沉淀部分我们不用啊 这可以直接放在冰箱里面保存 然后除了这个乳清之外 我们还需要准备过滤的凉水 麦夫这个在超市有麦 然后是这个黑糖 黑糖是给这个乳酸菌吃的 那么保证它的繁殖 另外还有两个凉勺 这个是5毫升的 这个是20毫升的 等一下我们要量取相同比例的黑糖和乳酸菌 来制作这个Bokashi 好我们现在开始吧 好我们现在开始量20毫升的这个乳酸菌 这是5毫升的两勺 所以我们来4勺 5毫升的5毫升 5毫升的1毫升 3 4 好 然后再来量取相同比例的这个黑糖 好 然后再来量取相同比例的这个黑糖 所以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黑糖很黏 所以我们要加点水 来冲洗一下这个勺子 那这个黑糖呢 主要是给这个乳酸精提供营养的 那我们需要加大约是750毫升左右的水 也不用太精确了 我们把它溶解开 搅拌一下 我们现在搅拌了好一会儿 看到这个终于融化了 大家其实可以用温水先溶解这个黑糖 然后再加入这个乳酸菌 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加入这个麦夫了 这个麦夫是 好像是400克一袋的 我买了四袋 但是到时候还是要看它的一个干湿程度 来看到底放多少 这个麦夫实际上呢就是波克什的它的一个戒指 在帮年自刊卖波克什大概要十几块钱 将近20块钱 这个才两块钱一袋 所以自己制作的成本真的是低好多好多 我们再来加一袋 我们要的这个干湿程度基本上就是你去用手捏呢 可以捏成一个球 但是没有水可以挤出来 你看这个还可以挤出水来 就说明这个太湿了 我们要继续加加更多的这个麦夫在里面 可以闻到酸酸的酸奶的味道和甜甜的黑糖的味道 还有这个麦子的香味 很环保啊 都是可以吃的东西 这个看上去还是有点湿 因为它一捏是可以捏成一个球 但是还是有点黏 我们还是再需要加一点 我现在加了两包 大概是800克的样子 好搬到这样就差不多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状态啊 又不滴水 但是可以捏成一个球 又很容易把它给捏碎 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很完美的状态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它放在一个密封的盒子里面 发酵两个星期 然后呢把它晒干 这就做完了 好全部倒在一个袋子里面 这个保存的时候一定要密封 然后闭光保存 所以我们现在 先把空气排掉 好那我这里有一个黑色的垃圾蛋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这个垃圾袋里面 密封保存 闭光 没关系 我可以用两个袋子把它对套 大家可以用那种黑色的大垃圾袋 一次搞定 好了 然后这样把它放到一个柜子里 不要见光 保存两个星期 这样就可以用了 两个星期了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长出了白色的菌丝 就说明你已经成功了 我们来把它晒干就好了 这个是我已经晾晒了两三天的这个布卡西 已经差不多了 那这个状态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装平 保持干燥 那么等到用的时候 就直接把它撒在那个布卡西的对肥桶里面就可以了 现在它闻起来有非常强烈的酸味 就像一大缸醋 或者说是像酒酿的味道 甜甜的很好闻 可能是因为里面发酵已经很完全 然后又有黑糖在里面的关系 酸酸甜甜的味道挺好的 感觉这是一种非常环保的一个对肥方法 大家可以试一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